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都已經迫不期待想要接針的 請你拿出這幾個東西 但是要麻煩大家養成一個好習慣 先斷電 呵呵呵呵 當你有插著電的時候 不要就急著要插那些元件 那你要斷電的時候請你不要拔這邊 因為這邊這樣比較容易壞掉 你拿電 拔電腦那一端的 因為那邊比較大 好不好 你拔電腦那一端的是比較容易 對不對 這邊的話比較容易弄斷 弄壞掉 好 那現在呢我們先從這裡 麵包板請你跟我一樣擺橫的 對啊 擺橫的有沒有 擺橫的 然後呢我們剛剛有看過的 是不是一邊長一邊短 對 長的是正直 OK 對 長的是正直 但插下去就分不出來了 呵呵呵 所以我就跟模擬器一樣 長的我在右手邊 短的我在左手邊 接著呢請你準備兩條 原則上我們用到 麵包板的話 基本上都用到公公的線 就是兩邊都是尖的 好 兩邊都是尖的 那你有一部分會有看到有公跟母的 好 那你就把它插上去吧 好 那麼你在插的時候 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看我們杜巴克線啊 有沒有發現有一邊會亮亮的 有沒有 那個接頭那邊 是越亮亮的 那個要拿來幹嘛 對 為什麼要有一邊亮亮的 那個是拿來用什麼 好 單用電碼 他們要測量的時候方便 也就是我就不用拔起來 好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的話我們都會朝外 如果比較標準 電子課的做法 他們就會把它朝外 啊 如果你現在沒有這個需求 當然這樣做也沒關係 所以我就把這個腳位 你可以一個一個 做就好了齁 就這樣插上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好 我這邊先插好 好 這邊插好了齁 在這邊 我的紅色是接到05 所以我就把開發板拿出來 接到這一邊的05 那我就把亮的那一邊 有沒有 就把它朝外這樣子齁 然後呢 這一個我就接到GND 有沒有 所以我這樣就接好了 那現在你就不要客氣啦 如果你確定接好了 你電源就可以真的插上去囉 欸 你就可以嘗試看看 看看 這樣子 好 就把它接上去了 接上去之後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的對不對 你只要回到這邊來 模擬器這邊來 告訴他 你要用什麼 Wi-Fi 我不要玩模擬器的 但是模擬器真的亮 好 雖然你沒有用 只要你的腳位跟他是一樣的 他就會通 第二個 你要打上你自己的 號碼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 你先打在右上角 你有沒有發現 右上角有個閃電 對 因為呢這個閃電是方便我們來檢查用的 所以我在這邊我先打 因為我下面這一台是這個 全形 全形老師 喔 全形 全形 哇 這樣 記得有份大消息喔 好 那你如果看到他變綠色的 恭喜你 成功 對 這個時候呢 你的硬體就已經點在線上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檢查 因為如果你沒這樣子 搞不好你不是程式錯啊 是裝置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比較方便做除錯 好 那你再把這個點兩下 複製起來貼到這邊就好 不要再打一次 好 就是有人在打一次會打錯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能一下囉 有沒有這樣就會亮嗎 這樣OK嗎 好 那你趕快趕快 來